我叫他去溫我的母奶 他就說等一下 中路 中路 等一下 你就連電動比小孩重要 沒關係 有媽媽的愛也是很完整的 沒有爸爸沒關係 世界上不一定要有爸爸這種東西 我就覺得就要跟他 想說我要離婚 之前我是在疫情 最嚴重的時候生小孩 然後那時候就是他們 也都不用辦公 不用幹嘛都在家裡面 然後呢他就跟他的同事 什麼每天上線 然後玩電動 然後聲音 然後我就鐵的大肚子 已經在家裡 然後他就在那邊 快點中路 殺了走啦 人家在那邊一直講話好吵 然後講一些很幼稚的話 然後呢我就跟他講說 好 你看好可憐 媽媽就是這麼可憐 我到醫院 然後就是生產到住院晚五天 然後去院子中心 電腦就把他拿出來了 然後我就說 你看好可憐 對 那個時候呢 爸爸好過分喔 對 然後你知道 就每天在那邊玩又很大聲 然後我就覺得很生氣 很吵耶 然後真正讓我整個爆發的是 你知道當你一有小孩 你什麼事都會以小孩為重 那那時候剛生出來是 每四個小時都一定要餵奶 就護理師也會提醒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叫他去溫我的母奶 他就說等一下 他那個等一下我就整個爆發 我就覺得說 你是要讓我小孩餓死嗎 你說等一下 你就你的電動比小孩重要嗎 你說他臉是看著螢幕嗎 對 他的螢幕說 中路 中路 然後 對 然後他就中路 我殺黃泉路了 到中路 真的 氣死我 我就默默自己去溫奶 把小孩推到房間 我就跟他講說 沒關係 有媽媽的愛也是很完整的 沒有爸爸沒關係 世界上不一定要有爸爸這種東西 我就覺得就要跟他 我就想說沒關係 可能院子中心那個街道 我就想說我要離婚 因為他就在外面的客廳的桌子 在玩電動 我都要把小孩抱進去 然後自己再跟他相處 然後講那麼可憐 彼此讓母女倆 就是那麼慘 還縫視爸爸 然後他說沒聽見嗎 沒有沒有 他當然沒聽見 因為他在幹嘛你知道嗎 他拿他的電腦 然後開始去說 欸 你要不要看 我們的院子中心好好火喔 然後這邊都讓我一圈 然後我裡面聽了一清二楚 他還說 而且我跟你講 這裡還有一間空房 我今天不用跟我老婆睡了 我就等他就是玩完之後 我就要整個就是跟他吵架 就一直等他 玩到早上6點 然後他就一進房間 我就說 你給我出來 然後那時候我就請那個護理師 把小孩帶我 就是先抱下去 然後我就說你給我出來 他說不要啊 我現在很累 我就說你給我回家 我說不要啊 我這裡就是我的家 然後他講一下很討人厭的話 後來就打電話給 我們共同的朋友 我就叫他開擴音 然後那個人就有跟他 就是我女生的朋友說 女生在月子中心是要休息 是要復原的 不是你要這樣子去玩電動 或怎麼樣 然後讓他的情緒激動 而且小孩 你知道媽媽情緒會改變 感光會變得很大 他會覺得小孩很重要 而且餵母奶那個 臟奶多痛啊 對 然後他就說 你真的要多體諒 你已經不是 就是以前的小屁孩幹嘛 就講完之後 然後他才慢慢聽懂 然後才達成協議說 就是開始玩手機的 不要玩電腦的這樣子